Hello 大家好 我是芳芳 今天我们去吃一家长春好评第一的蛋糕店 面包店 因为我不太爱吃蛋糕 但我非常喜欢吃面包 有没有这样的人 长春还在下大雨 我出门之前还没下雨 我走着走着突然就大暴雨了 你们看 就在这里 它在重庆路万达的一楼 我要疯狂的采购了 我每次来都没有这个蝶豆花神仙包 小粒味的 它还有草莓的 然后再拿一个这个 这个好像是新出的 我都没吃过 这是栗子口味的 我一共点了五款欧包 然后还点了一份水果茶 一共花了103块钱 我们先来尝尝他家这个招牌 这个叫做蝶豆花神仙欧包 好看吗 它这个里面有奶酪 果酱 麻薯 然后还有一些果肉 七夕祝大家甜甜蜜蜜 这太优秀了吧 我第一次吃它里面有这个蜜豆 然后还有核桃仁 真的就是神仙了 太好吃了吧 面包软软的 能看到吗 是很细润的面包 不会很斑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麻薯 特别幸福 这个是吞拿鱼酥 这个才12 它上面满满一个芝士片 看到了吗 就这个鼓鼓的这一块 这一块 都是鱼肉 吃完甜的再来一口咸的简直了 它这个外面 是这种酥皮的 但不会酥的掉炸 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口感 然后外面有一层这个芝士 馅料很厚有没有 你们觉得我会下一个吃哪个 觉得我会吃它的 请扣1 觉得我会吃它的 请扣2 觉得我会吃它的 请扣3 没想到吧 我还去买了个包子 酸菜包子味 你妈还吃什么馅儿的包子 怎么跑到包子的话题下来了 东北的酸菜 能做各个东西 酸菜回锅 酸菜鱼 酸菜的包子饺子 还有炒酸菜 老好吃 这叫栗子减水包 太优秀了这个 它这个里面有很大一块的这种栗子馅儿 就是有一种别人给你帮好了好多栗子 哎呀恋爱了恋爱了 它这个栗子馅特别新鲜 你看就是那种买来的栗子 只要打成的泥 一点没有豆沙的味道 但这个栗子馅儿真的好甜 好喜欢 喜欢栗子星人 绝对不要错过这一款 他们家这个减水包还有红豆的 看这个 这个栗子馅儿 就特别像冬天买那个糖炒栗子 你别人给你帮好了一把随心嘴里那个感觉 实不相瞒 这个万达楼上就是乌尔玛 所以呢 它就出现了 好吃 怎么会有人不爱吃鸡腿呢 那这鸡腿饭有点咸 跑题了跑题了 回归主题 这两个面包我肯定都是吃不完的 然后我就每个咱们掰开一点尝一尝它有什么味道 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我剩下的就带回家明天再吃 好吧 这个叫做全麦芋泥软鸥 芋泥特别甜 可能是因为我不太爱吃甜的关系啊 但是如果喜欢吃甜的话完全可以点它 就是它这个馅儿本身不是很多 但是它的甜味足以支撑起全麦面包的无聊 太甜了 留着明天再说吧 这个叫雷神 就是巧克力味的 它这里面有核桃 这个表面是有这种巧克力碎和巧克力豆的 还有那种微微的巧克力酱 它不会厚甜 而且有一点偏苦的那种巧克力的味道 因为我个人看我不爱吃核桃坚果类的东西 所以就对核桃这个味道很排斥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 我妈从小追着我让我吃核桃说不闹 看到娃现在因为不明白 就让我们用这个鸡腿 作为跑题的结尾吧 我觉得我觉得比较好吃的两款 一个是那个蝶豆花的那个 芋泥也是热香 但是芋泥我认为太甜了 我觉得我觉得比较好吃的两款 然后吞南玉酥就很好吃 我很喜欢蝶豆花和吞南玉酥 好吃